月祖聯賽第五七的賽事是十月初號舉行 今場球是九龍鎮公園舉行 東方三龍和對手是深水寶 深水寶上界合作賽今屆是鋼班 不過一班上界的主力球員是來隊的 因此東方三龍和今場球 起用不少來聽球員 所以和歌利益和賽前面受機疑 站住這些位置 球出來的時間我才慢慢等他回來 然後球來移動 一送上前面的時間 這個就要有反應了 這個中鋒第一個選擇 第二個選擇是這個 深水寶這場球穿著紅色的球衣 而東方三龍穿著傳統的藍色球衣 依然都是大量球迷的東方三龍 氣氛比起不少會合作賽事更加好 東方三龍這場球會否又數一場 這場球王俊軒 一個後抽 徐家浪被人剷掉 這個球就犯規了 犯規11號的林浩陽 這場球球正是比牌的 不過球正是仁慈 只是吹罰了 看看東方三龍 應該罰球誰處理了 尤學文 走到中間 這個球一線 黃偉德衝前 哎呀這個球可惜 吃不正 不要緊要再黃鎮魚 哎呀又散中的人 還不解釋這個球 好 好 不要緊要 黃俊軒 有一定的球會否吹罰呢 球正吹罰誰 吹罰了 吹罰了黃俊軒 這個球王偉德 認真不抵 衝前這樣射 竟然射不進 看看慢鏡 尤學文 斬個漂亮的球 現在有一線 或者衝前 左腳忍著彈 可惜吃不正的球 接著是黃俊軒 衝前忍著補射 誰知道是散中人 否則這個球要先開紀錄 當時開球只有一分鐘左右 看到對方的龍門 盧玉明這個球都覺得不錯 反應挺敏捷 看看深水寶寶 反攻了 這個球前場 十六個唐大安 這樣被他過了 這個球 下底線 中間有沒有貨路 中間有人走位 不過可惜他選擇自己射 這個球 力量不夠 過不了鍾浩然 唐大安這個球就要急 如果加上中間 效果更加好 叫到方先生龍的攻勢 曾兆榮 再彈過來李家驊 幸好在他那裡 再彈給曾兆榮 有人走位 有了 下底線 十九個許家樂 出了這群迷中間 又不是科老 漏了 不要緊 還有他 入球 入球的入王子浩 時間是二十六分鐘 這些年輕人 上場球入球的 今場球的先開紀錄球隊 一群球迷 認真高興 拍了手掌 看看萬勁 李家驊 帶給曾兆榮 看到許家樂走位 彈落底線 出了這群迷中間 中間大漏 益了王子浩 衝前一射 散中仁 沒錯 散中仁 這球改變方向 收死盧玉明 王子浩連續兩場 一場球入球 腳鋒認真不錯 又是東方三人攻勢 黃鎮宇 這樣撐下去 這球沒有盼規 球正比得益 益是余佩康 再加上中間 一個撞場 余康落底線 怎麼做 這球竟然射了 加上中間橫下 會好一點 射有點貪心 這個球 結果又高出 深水埗雖然輸一球 但好像不太急 後面慢慢插著球 這樣交為三人 他會不會搶掉球呢 中間又搶掉了 又是劉河林 又是葉學文 來個射吧 試試看 哎呀 我才有一個緊張高出 其實這個球還差很遠 大概差一個多球 如果低一點的話 應該是入球 結果東方三能上半場領先1比0 到下半場 都是東方三能取得主動 這球大力了一點 謝朗謙會不會拿得定 一分余佩康 帶上中間 黃俊謙 再分 沒錯 李斯明 一個投球 黃俊謙走位 這球可惜 慢 不過不要緊 黃之浩又獎 再分 黃俊謙 交往右邊 又有人走位 搞定 2比0 這球就是姚鶴文 時間是79分鐘 看見黃俊謙的球 其實彈得挺漂亮的 看下慢鏡 黃之浩 再彈 黃俊謙一個轉身 回到右手邊 姚鶴文走位 左腳一彈 輕鬆 成為2比0 這球贏到2比0 這球就能穩陣 中方失能 可不可以繼續入球了 好 好 好 咦 又出了那個球 宜康文 保持 他都不急入圓內 這樣球 交給鄭朗謙 再彈 一個角球 黃之浩來到禁區 嘩 這樣球 你這個球沒問題 球精下直至12馬 犯規是14號的吳詠傑 看來他有點勞氣 他覺得 這個球插水 不過隊友都勸開他了 都知道這個球是犯規 看看慢鏡 這樣散下來 這個球正常 比12馬 12馬就是姚鶴文操刀 搞定 3比0 現在是82分鐘 這場球姚鶴文就沒開二度 最終東方西亞龍 對以3比0擊敗的深水埗 聯賽得三連勝 跟榜公司大中同得10分 不過賽後姚鶴文就說 這場球的球隊變得比較慢熱 今天自己上場就差一點 可能天氣今天熱了一點 整體的合作又一般 還有去到下半場 多了李斯明下來的時候 發揮連貫性會好些 所以我們做到球上去 和清晰一點 每一刻去進攻 每一刻去 覺得自己的表現OK 還可以合格 還可以這樣 因為球隊大家的默契 以及大家的踢法 是比較多走入攝的 所以我們射門的機會比較多 所以絕對有信心去進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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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